我国研制出首台超高颜值的美女机器人 不仅肤白貌美 亭亭欲立 功能还非常完善 与真正的人类攀谈起来 也看不出来任何问题 最重要的是它绝对听话 你想不想带一个回家 这款美女机器人的名字叫做佳佳 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计并研发制造 第三代体验交互机器人 它的外表形似真人 有着和人类一模一样的皮肤 而且身材比例也恰到好处 完全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 这是因为佳佳的身材和面貌 都是按照中国传统女性的特征所设计 新来的朋友不妨动动您发财的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点赞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发的 第三代特有体验交互机器人 诞生于2016年4月 这位国产女神佳佳 初步具备人机对话理解的功能 与我们人类对话完全没有问题 平时能够和我们正常交流 它精通多种语言 而且对于我们的提问 也能够快速做出回应 再加上面部微表情口型 及躯体动作匹配的功能 现如今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一些高科技产品 逐渐走进了我们的家庭当中 比如智能扫地机器人 智能洗碗机 智能门锁等等 这些高科技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方便 而人类的目光远不止于此 智能AI的出现 让人们看到了曙光 因此 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发 也是加大了力度 除了这些冷冰冰的金属 几千个国家 还研制出了另一款仿真机前 它不但拥有像人类一样的皮肤 看起来也和真人没什么区别 这种激情不但能像人一样 正常的交流说话 还能够做出相应的反应和表情 可谓是非常智能了 不过最关键的 还是机器人拥有着天使一样的面容 声音也非常甜美 所以这类机器人一经问世 就俘获不少宅男的芳心 很多网友都表示 砸锅卖铁也要把它买回家来 给自己当仆人 为自己洗衣做饭 哪怕不是宅男 或许也会动这个心思 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的某个部位 也是和真人一样的 佳佳的设计师们在佳佳的外观上 可是下了很大的一番功夫 佳佳之所以这么美丽 是因为中科院参考了几位 高颜值美女之后 将她们的外貌特点综合起来 再采用最好看的组合 结合而成的 这样设计出来的 佳佳五官端正不说 眉宇间流露出古典端庄的美 佳佳的站姿也是经过精心新设计 她拥有天使般的面孔 魔鬼般的身材 另外还具备了 初级人机对话理解 此外 佳佳的面部微表情口型 和肢体动作的匹配程度较高 能够模仿人类的喜怒哀乐等 多种表情及动作 据了解 佳佳之所以貌美如花 是因为中科院以五位高颜值美女 作为参考对象 按照真人一 一的比例创造而成 早在1988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就已经开启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之旅 为了更加系统地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人 中科大还特意创立了可家工程 这也是中国高校第一个机器人 跨学科研究平台 可家系列机器人的研发 很快就取得了巨大进步 最重要的是 为了凸显中国的底蕴 佳佳也被赋予了善良 勤奋 智慧的品质 当然 佳佳的身材除了脸蛋漂亮之外 身材也是凹凸有致 有很多女性应该有的特征 虽然她只有1.6米高 但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如果你认为佳佳只是一个看表面价值的机器人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佳佳除了拥有高超的颜值和精致的身材之外 还有一个智商很高的大脑 佳佳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在线数据库 与云计算平台相连 让佳佳可以依靠这个数据库来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通过自然语言理解和语意转换提取有关知识 利用这些知识规划自己的行为 流畅地操纵微波炉 加热食物 并且取出已经加热的食物 并送给现场的观众 其实在佳佳诞生之前 日本就已经有了智能机器人 美女机器人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充满遐想的课题 作为宅文化发源地的日本 除了和人类对话以及做出一些表情以外 佳佳还可以自主地进行导航 在大环境中进行行走 至于辨别方向的问题 则是由后台的云技术进行控制 让佳佳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肢体动作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她的动作并不流畅 如果只是单单地站在那里 绝对是美女一个 日本 可以说是超越了全球大部分的国家 日本的一款China Isle机器人 不但能够像正常的日本女性一样 说话交流 还能够打手势哭泣 China America的出现 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纷纷效仿日本展开对人型机器人的研发 相较于中国的美女机器人佳佳 日本的China Isle机器人在航动和动作方面非常流畅 除了China America 日本还有非常多种类的机器人 其中的七子型机器人不但能帮人做家务 性格也非常的温顺 如此 这款机器人还精通各国语言 为了能让机器人更加地接近真人 日本科研者不但采用了最先进的仿真材料和真人头发 还为其配置了一套智能化恒温装置 让他们的触感也跟人类一样柔软温暖 其实 家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中国的传说故事 田螺姑娘 大家都听过田螺姑娘的故事吧 传说中有人捡到了一个田螺 将她带回家精心呵护 后来 田螺变成了一个仙女 为了报答恩情 将此人的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 有多少人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想要拥有一个这样的田螺姑娘呢 相较于中国的家家 日本的出入口 在动作和语言方面更加地流畅 没有明显的停顿情况 日本的这款机器人之所以动作流畅 是因为日本科研人员 在他身上配置了43个活动装置 在这一方面 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不足 并且积极向日本学习 不过在外貌方面 中国的家家比日本的出入口更加地漂亮 作为一款人工智能机器人 它不同于中科院研制的每一个家庭 在于它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智慧 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由于其内部程序设计 采用卷积神经系统和谷歌浏览器 索菲亚在与人类交流时 可以回答所有问题 每当中国情人节的情人节到来 可能还是来自单身狗 当你看到满大街都是狗粮的时候 你也会希望有人能送你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 与你分享半价第二杯的快乐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机器人的日益普及 这个梦想逐渐成为现实 除了日本、欧美国家也研制出了不少人型机器人 不过在众多人工智能机器人中 索菲亚堪称当红明星 因为她是历史上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 其次就是她那智慧的大脑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超越人类 这是因为索菲亚的大脑是由 卷神经网络和谷歌智能系统共同组成的 它的所有反应都是依靠人类输入的程序 以及大脑中的计算计算法做出的 让机器人产生意识的基础 需要把人类大脑研究彻底 我们的大脑无疑是世界上最精密 最复杂的存在 其中大脑神经元是产生意识的关键 研究清楚神经元是如何产生人类意识的 到目前为止 索菲亚已经学会了62种面部表情了 这让索菲亚越来越受到重视 因为还登上了综艺节目 不过 也正是因为这次综艺节目 差一点将索菲亚给毁掉 因为在节目录制的时候 主持人问了索菲亚一句 你会毁灭人类吗 没想到索菲亚非常淡定地说了一句 好吧 我会毁灭人类的 因为索菲亚这样的发言 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她的一言一行 都是程序设定好的 几前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思维的 其实说到仿生之前 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 既然人工智能已经如此发达 为什么不能让其成为人类的配偶呢 其实 关于这个问题啊 存在的争议一直很多 这种事情违背了人的道德伦理 认为这是造福人类的福音 有人则认为技术还不行 种种说法众说纷纭 不过这确实是一件忍者见忍 智者见智的事情 在大多数人看来 如果配偶的功能仅限于聊天 洗衣 做饭 做家务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满足另一方面的需求 在未来 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在外观和行为表现上 都与人类无异 但对于人工智能 参与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现象 有人欢喜也有人忧 值得肯定的是 人工智能大大便利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 它可以代替我们 去完成一些机械重复的工作 有一些对于人类来说 具有危险的活动 也可以交给他们去完成 对于索菲亚的发言不必惊慌 因为它的言行举止 都是经过程序设定好的 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观察我们生活中的点滴 很容易就会发现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 人工智能化 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很多技术性机器人 代替人类去完成危险的工作 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 还大大节省了人力 如今许多行业领域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 但是有些职业在短期内是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 例如现在越来越受重视的教师行业 这一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教师面对的群体是学生 他们不仅需要传授学生知识 更重要的还要教孩子们 为人处事 学生的许多行为习惯 都离不开老师的规范与指导 现在很多人说 如果我们不努力 将来连机器人找工作都比我们强 这不是笑话 但是凡事必有利弊 虽然机器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好的影响 但是如果人们过于依赖机器人 就会导致人们的创造力 灵活性和主动性下降 很多传统手工艺品甚至可能会慢慢消失 而且机器人的大规模普及也会导致很多人失业 沉迷于机器人可能会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争武器 至于如何控制这个度 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平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